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很多人会出现下颌关节疼痛 尤其是在一张嘴的时候 或者在一咬东西的时候 下颌关节就会非常的痛 并且平时在说话或者是在吃饭的时候 能听到下颌关节这儿很有弹响的声音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 有可能就是下颌关节功能紊乱 那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今天教给大家三个学位 这三个学位你平时经常去按揉 对于治疗下颌关节紊乱这样的问题 效果非常的好 这三个学位分别在哪里呢 大家来看我的脸上 是不是现在有三个点 这三个点的位置就是这三个学位 首先第一个学位叫做夹车穴 这个夹车穴在哪呢 就在我们下颌角往前上方走一寸 也就是一个拇指的距离 我们找到自己的下颌角往前上方 在这儿 这儿就是夹车 为什么要用它呢 因为你看我们活动 下颌关节的时候 要用到咬肌 这就是一个咬肌的指点的位置 而咬肌的起点在哪呢 咬肌的起点大约就是在我们前面 这儿的一个叫下关穴的位置 那在哪呢 你来摸一摸 这儿是不是你的全宫 全宫下面这儿就有一个凹陷 你看我脸这个打红点 这儿就是个凹陷 闭嘴的时候是个凹陷 一张嘴凹陷就没有了 那么就在这个位置 这就叫下关穴 那把下关穴多揉按一下 那再把夹车穴多揉按一下 就把整个的咬肌的起指点 就给它治疗好了 那么平时的时候 就可以多揉按它里 那揉按完之后 你看这儿还有个红点 这是哪呢 这叫听宫穴 听宫穴就在我们耳洞前面 这儿一个小耳瓶 耳瓶的前方 这个位置就是听宫穴 我们用这个穴位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 不要光按这儿稍微 靠前一点点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位置正好是我们的这个下颌关节囊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用手在这个听宫穴 一边压着听宫 一边前面的压到这儿 在这个地方去揉一揉 如果说你有下颌关节功能紊乱的话 在这个位置会非常的痛 你就用这两个指痛在这儿多揉一下 那么治疗呢 这个弹响 治疗疼痛 效果呢 都是非常的好的 那每次呢 按揉的时间 也许第一次的时间 你别太长 也别太用力 因为揉完之后 有可能会非常痛 那你最好呢 第一次揉的时候呢 稍微轻一点 那么你在揉的时候呢 揉完了之后 你还可以用它 用一个刮砂板 但是尽量用这种比较圆润的这种浴石的刮砂板 就比较圆润的刮砂板 轻轻的 在这个地方呢 先刮一刮 下关穴 从下关穴呢 一直刮到驾车穴 这样的话呢 就把整个的咬肌放松了 一大约呢 二三十下就行 稍微有点红就行 千万不要刮出砂来 刮出砂来脸上比较难看 第二个呢 我们再把这个听弓穴和它前面这个位置呢 给它刮一刮 这儿呢 就是把整个的关节囊的这个位置呢 给它刮开了 那么刮开之后呢 对于缓解下核功能紊乱的效果呢 就非常的好 那么如果说呢 你这儿疼得比较厉害 再教你一个小诀窍 你可以买一支双氯酸钠凝胶 也就是呢 我们常用的这个福塔林 你呢 站上一点点福塔林 在这儿呢 再刮一刮 刮的时候呢 这个方法呢 一定要注意 因为福塔林呢 它毕竟属于药物 它呢 就容易过敏 一定要注意啊 你先抹黑一点 看过不过敏 如果说你呢 脸对这个过敏的话 你当然就千万别用了 如果你不过敏的话 你站上一点点之后呢 你在这儿刮一刮 或者你在暗揉 按揉完了之后 即使用湿的毛巾呢 再把它给擦掉就可以了 这个方式呢 有比较好的这种 消炎的作用 来去缓解这种 无菌性炎症 来去解决 我们下合功能 紊乱导致的 这个关节囊 和咬剂的无菌性炎症 效果呢 就比较好了 好 那如果大家呢 学会这个方式 来调理 这样的问题 就有比较好的效果 好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